中共军机近期频频绕台 国军也做出反制 选在国庆前夕 今天下午将在西南方外围海空域 进行士兵专案操演 军事专家分析 操演海空域面积跟高度相当广阔 这无疑是要展现国军 对于西南防空识别区 完整的监睁能力 而就在今天上午又有军事迷官查到了 共机再度侵入我西南空域 而我国空军也立刻广播驱离 解放军还回话 说不要干扰例行训练 挑衅一位农红 中央民国空军广播 为台湾西南空域 高度7000公克中共军机 最逆进入ADIV 影响我非常安全 对机会感逃离 中央上午中共军机 再入侵我西南空域 空军口气强硬 立刻广播驱离 但共军又再度罕见回敲 台湾黑机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正在进行例行训练 请不要担任我 共军回话 已经是今年第二次 完全没在怕 而军事迷观察到 上午7点 一架共机空警500 出现在我西南空域 还有一架美军加油机 也来凑热闹 没想到才离开 上午10点左右 再换运巴 来绕飞 花连空军基地 七架F-12战机 一大早也立刻升空警戒 不怕解放军威吓 国军9号下午 也将在西南海空域操演 事件向周边云船发出射击通报 但延伸范围之广并联合空军 明显就是要反制 共机近期绕台行动 专案操演就不是寻常性的 可能有我们的反潜机 然后在水面上有我们的军舰 甚至水下也有我们的潜舰 由于运巴反潜机 不断出现在西南空域 使得我国海军潜舰有声闻 遭测路风险 此次专案密集演习相当重要 一部分要巩固我们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另外一个部分也要确保我们 潜舰和一个频率 以及训练的一个区域 国庆前夕 国军大受军事肌肉捍卫西南空域 解放军也步步进逼 也让台海紧张气氛 再审温在华刘俊台报道